《半熟恋人》播出到现在,嘉宾们的感情线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,其中有罗颖和黄瑞伦这种的双向奔赴,但也有两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单向奔赴,最令人心疼的就是杨梦静和周景盛,两个人在面对感情时都是一根筋,虽然一直在努力,但是却一直被拒绝,对于男生来说被拒绝也许没什么,但是,对于女生来说,在节目中屡次被喜欢的人, 拒绝真的会很没有面子吧,所以相比较周景盛而言,网友们似乎对杨梦静更加心疼,可以说从第一次约会开始,杨梦静就认准了王嫩嫩,为她做饭,送甜品,亲手做生日蛋糕,擦凳子,而王嫩嫩的态度却一直刻意回避她,杨梦静一次次的鼓取勇气却又一次次收获失望,虽然说对杨梦静很心疼,但是站在王嫩嫩的立场上也是可以理解的, 从第二次约会之后,王嫩嫩的内心就认准了罗拉,所以才会接二连三地拒绝杨梦静的嗜好吧,毕竟成年人的体面有些话是不用挑明的,其实大家在看节目时并没有嘲笑她的意思,更多的是对她的心疼,反倒是杨梦静自己在评论区,地回应有些败坏好感度, 在杨梦静看来,自己之所以会屡遭拒绝原因就是因为,中国男生的审美普遍天白又瘦,而罗拉恰恰就是这种类型的女生,所以才会在节目中这么受欢迎,首先从罗拉来说,她的身材应该是所有女嘉宾中最壮的吧, 所以跟白又瘦这个词根本就不沾边,罗拉之所以会被两个男生同时喜欢,靠的是她的人格魅力和反差,而并非是单单靠外在,不得不说杨梦静真的是内涵的一把好手,除了内涵罗拉之外,她还曾在自己的评论区内涵王能能见一丝千,翻看了杨梦静评论区,真的有种人设崩塌的既视感,毕竟在节目中一直很心疼她的勇敢和付出,但是这些言论真的让人对她的心疼, 她下头了,正所谓审美是多元化的,女嘉宾们各有各的的魅力,所以真的没必要拉踩别人,再者说公然在背后内涵别人,格局未免也太小了吧,真正的库萨姐姐是不会在意这些的,更何况现在节目都还没有播完作为嘉宾来说,说出这些话真的不太得体,还会给人一种输不起的既视感,细细想来,杨梦静前期的库萨人设还是蛮招人喜欢的,但是到了节目后, 后期却高开低走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身性格的问题,跟外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,前几期节目中,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比较看得开的库萨女孩,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太卑微了,和前期真的反差太大,所以 与其拉帮结派内涵别人,倒还不如做好自己,就像周南一样,虽然刚开始没有遇到喜欢自己的人,但是只要自己足够优秀,总会等到对的那个人